大家好,我是徐曉冬,今天是2020年的7月27号,礼拜一 一个人武林,十下,还是王战军 那么,大家请看刚才那个视频 可恨的是那些教权的老师 我今天刚才这里讲这句话,我不怕别人背后抛我摆转 我觉得我们抛家舍业到陈家沟花了钱,在那住着学不到东西 陈家沟人对不起我们这些权源 对不起我们热爱太极权的人 看见了吧,这是开篇视频 这个呢,是千千万万去陈家沟学习太极权的老人们其中一个 那么,太极权不仅给年轻人洗脑 他们的最大的受众人体呢,就是老年人 养生啊,其实太极不养生,大家千万别被骗了 有一集介绍,吴氏太极吧 很牛的一个国家七段的一个大师 叫梅莫生 大家请查一下啊 他是中国著名的养生学家 吴氏好像啊,吴氏太极的第几代传人 哎呀,没边儿了,夸的 五来岁,死了 就是病死的,没有什么意外 谁告诉你太极拳养生啊 胡说八道 你把这证据给我拿来 你说太极拳养完生之后 你的血管是软化了,还是通了 你还是说你心脏病没事死了 不,活了,没事了 还是脑癌化着,那癌没了 还是肝癌肺癌突然好了 你练太极,你告诉我啊 有,我他妈的名就练去 大家明白了吧 没有 所以,练太极 养生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去了不少的国家 我问 其实很多国家 包括韩日 就是中国的研编的 就是中国周边的这些 咱们这种血肿 黄种人啊 没听说过养生 什么他们叫养生啊 如果中国的养生馆 那么在人家国外 在日本人什么看来 就是健身房 把身体运动好了 那就是养生 反正你们说养生馆 反正东哥知道 北京吧 这帮养生的男士养生会所 基本上都在那喝茶 聊天 完了之后呢 有姑娘给你过来 完了给你拿手 打飞机 一般就是这样 更大胆的养生馆 那就是不那什么吗 你们懂的 就是窝呀 别信 但是为什么中国 还有这么多人信 我告诉大家 东亚病夫 我信 我信东亚病夫 这四个字 中国人的体制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 真的 从武术啊 从体育 你就看吧 真的是比不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咱们 咱们从咱们心态素质都比不了 我就告诉你们 怎么办 学 怎么办 模仿 怎么办 虚心的向那些 真正的发达国家去学习 可是呢 不仅把门关上 还得 咱们继续啊 下面这个视频 有意思 请看 非常棒 二 太极权 三 太极权 四 太 这个视频啊 逗不逗啊 太极权 太极权 王战军在台子上 底下全是各界的精英 全是非富机贵的人士 大家往左边看 那位老者 任我行 当然了 现在任我行 非当时的任我行 现在任我行 看透了 一切 大家说 哎呦 东哥 这任我行还跟王战军练太极权呢 错 任我行 说了 这叫太极操 人家呢 练练操 练着练着 人家觉得呀 有点事 任我行的夫人呢 现在呢 就变成了王战军的夫人 哈哈哈哈 东哥呀 绝不说他们的那些家里话 但是 这个视频我要告诉大家 确实任我行在打太极 还有任我行的夫人 那么现在 你们看的 这个王战军的夫人 就是 那会儿任我行的夫人 当然了 任我行 为什么跟夫人离婚 你们都懂的 那肯定是 不一致啊 对不对啊 对吧 人生观 搜搜搜 搜搜搜 价值观 搜搜搜 搜搜搜搜 搜搜搜搜 世界观 搜搜搜搜 明白了吧 所以 现在王战军所做的开发的一切都是他的爱人 在后面呢 给他去 那么他爱人原来跟任我行是夫妻 所以呢 有一些很多的官方的渠道啊 或者是呃大企业的渠道 所以你们知道了吧 又穷又惨的人 你们别练太极拳了 太极拳不是穷人练的 太极拳就是拍马屁给那帮富人练的 大家知道了吧 但是现在很多富人都明白了 你这材权就是骗子 比如说马云马先生 人现在也明白了 人家把菲律宾跟人家帕奎奥挖 练拳击去了 帕奎奥 完了马云看 我操 我这 这能打呀 这行啊 这这 哎呦喂 马云那 马云先生那个 哎呦喂 哎呦喂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呦呦呦 就是这样 大家不幸看啊 查资料 那么下面一个视频 请大家看 你找我打 他说我不能打 有什么用 伤痕累累 你脖子也有病 肩膀也有病 忍耐也都大伤了 膝盖也会痛 最终 是看着我们 谁的身体更健康 谁活得更久 哈哈哈哈 还是跟军国学 健康小妙招吧 你们看啊 王战军斗不斗啊 你们说我不能打 我不能打 整天伤痕累累 全身都是伤 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你们跟我比什么呀 你们跟我谁活得长 谁健康 王战军这个视频发出来 其实挺遗憾的 这肯定是他夫人给他弄的 但是我告诉王战军和他夫人 你们其实这个视频错了 最起码你们后头那一句说 可以说前头贬低这个搏击和武术 是最大的错误 为什么 王战军你自称是太极拳 是拳的传人啊 不是太极操的传人 你自称是八大护法里的王八王 霸王王 反正就八天王王八天吧 王八天就那王啊 你自称是2008年 昌龙武术大赛武术冠军 对吧 你这些都自称了 现在你就自己打脸 对吗 你说脸他干嘛呀 这个疼那个疼的 还是跟我比健康吧 王战军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就否定了你之前做的一切 你就自己承认你之前一切全是骗的 全是在骗人 武术就是在骗人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武术怎么叫养老养生 武术不是养生 我跟大家正确的说 武术就是保护自己 用自己所学的身体当武器去迫害别人 去伤害别人 保护自己 保家卫国嘛 要不然保家 要不然卫国 反正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去伤害别人 这是武术 这是武术 全世界都是 你看中国金庸武家小说 对吧 飞雪舌舌白鹿 小小小乙姬渊 这些书里头 你们哪个看过 都是比内功 比外功 不管什么 比什么 对吧 肖风再怎么着 降龙十八操 那十八操 广播体操也做完 对吧 哪个武术里 你们比谁 他们活得长 难道你们 他们觉得是王重阳 活得长吗 活死人 没有比活得长的吧 所以现在王战军 完全是否定了 自己的武术 一切东西 咱们就 比活得长 那王战军 我个人认为 你在家里 一只 一定要养一只 王八 你跟夫人在家里头 天天看着王八 王八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不就王八王八 对吧 为什么呀 千年王八 万年龟啊 咱们万年这个龟 咱们比不了 再说了 万岁也不干啊 对不对 万岁弄死你 当心万岁弄死你 咱们不敢说万岁 八十八贤王 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对吧 你弄之王吧 王战军真的 你在家里 弄一 弄一 塑料缸 弄点水 弄一王吧 每天搁点东西 玩着看王吧 干嘛呢 你也干这个 王八关 你也关 真的 王战军 比刚才那视频 太极拳强多了 王战军 真的 你别教这个太极拳 你把王八供起来 真的 王八是你们太极拳的祖师爷 为什么呀 王八 拳 王战军 王八拳 我学不出来了 大家你们看我 他对不对 王战军说的最后武术 比的是谁活得长 对吗 那你要说活得长的话 那咱们就跟王八学呗 王八活得长 王战军 你比吗 你干脆你把台积拳 扒到王什么 这王你改了 你就是王八王 王八之王 行吗 王战军崇拜的是王八 不完了吗 所以王战军 这套理念和体系 是错的 健康是没错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任何职业 任何都是健康 泰拳 现在很多泰拳职业选手 都活到七八十 二三十年前 咱们中国武林界 都在侮辱泰拳 说学泰拳的人 活不过四十 胡说八道 真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呀 咱们打不过泰拳 咱们才这么侮辱泰拳 细思极恐啊 四七四七 对不起啊 细思极恐啊 做不做吗 咱们干不过 那那那那那 那个啊 咱们打咱们武术啊 打不过泰拳 咱们这这这个那什么 干不过人家 那那那英那个啊 干不过 怎么办呀 侮辱他 细思极恐啊 听见没有 侮辱 侮辱泰拳 我们反正也打不过你 我们害怕你 但是我们 我们要侮辱你 我要我的国民 相信我们的武术最厉害 我要侮辱死你 我们的太极无敌 其实太极跟太极 跟泰拳打 没一个赢的 没一个赢的 就古代 原来啊 现在也是啊 现在真的是 现在都是挂羊头 卖狗肉 现在什么太极拳 汉飞龙那样的 人都是散打运动员 待会咱们说啊 大家细思极恐一下 明白了吧 咱们怂害怕人家 打不过人家 被人揍 怎么办啊 咱骂人家 侮辱人家 我骂你全家 全家死吧 你侮辱他 你们练这个 别练太极拳啊 别练太极拳啊 不是 别练泰拳 别练泰拳 练泰拳 死人啊 活不长 别去那 别去那 那资本主义啊 是不是 不说了啊 明白了啊 细思极恐 咱们继续啊 这个王战军完全是个错误 王战军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武术给否定了 自己把自己之前的攻击权否定了 所以王战军现在不是太极拳师 他就是太极操的教练 还有加什么养生大师 至于怎么养不知道 反正你们看学王吧去吧 对吧 这我不是侮辱王战军 这是实事求是 大家自己看王战军的视频就行了 OK 咱们下一下 看图片 那么大家看这几张图片啊 这个呢就是韩飞龙 韩飞龙为什么 是王战军的徒弟 确实败了 败师傅了 没错 韩飞龙呢 就是温县的一个农民孩子 穷苦的农民孩子 去呢 去他哪来的啊 塔沟吧 应该是塔沟 武学校那儿呢 练武术 练武术练着练着呢 武术练着套路不错 但是因为塔沟武学校 他有套路和实战散打 他一看 又这个散打还不错 这散打挺棒 挺能打的 他呢就去学散打 这个是所有 武塔沟那些职业运动员 全知道的事实 这不是东哥吹牛逼 东哥没有说错 没一个都没说错 你们问就行了 之后 韩飞龙呢 就把这散打学特别好 特别好之后 正好 王战军呢 一看你又是温县的人 你呢 现在又是职业运动员 一看 呦我曾 王战还养条狗 哎呀 陈小旺养条狗 这太极都养狗 那我们不能没有狗啊 他光有一只 反算心 以后给你们做啊 那反正心 那小看不搞 大家看这视频 见了王战军就这样 那个 大家别着急啊 他有他的一击 韩飞龙 那那那这职业运动员 打打 阿美传奇 收他吧 收了他 我宫中要组 为什么呀 收了他 我不打 我徒弟打 韩飞龙呢 没钱 一看 王战军 有钱 有事 地主家 地主家 有钱 有事 那我得跟着呀 这样 就败了王战军了 这样的话 去打个没传奇呢 没家祥老师呢 就把韩飞龙呢 变成一个标杆 什么呀 太极 太极功夫 太极功夫 跟外界打 其实没家祥 没老师 现在其实也有点后悔 因为 韩飞龙小伙子 人不错 但是没有表现欲 就是 你懂的 就是农村出来的 孩子们比较朴实 没有太多的表现欲 所以 呃 没家祥没老师呢 也是很难给他捧起来 所以没家祥没老师 现在也是捧那个 叫普通通吧 那小伙子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也能说话 我上次也见了 我也觉得是 所以你们让我评价 韩飞龙能打吗 能 但是韩飞龙不是武术 不是武术太极拳 韩飞龙打王战军 跟打孙子似的 你们知道吗 但是实力在这 但是韩飞龙 只能是为了钱 拜王战军 没办法 这我可以理解 而且韩飞龙的小伙子 也不好意思说话 比较腼腆 再加上脑子也目 我说了 练武的 没有几个聪明的 目 所以其实捧不起来 叫普冬冬 还是彭冬冬 那个他们不说 号称少林的 其实也是一种宣传 这孩子也可能 小伙子也在这都听 我说都实话 美老师 其实心里更明白 弄一太极 弄一少林 给吹出来 吹牛逼呗 美老师 我跟你说 美老师这个 必须像那什么表忠心 都懂 完了之后 所以普冬冬 还是相对来说 长得比较精神 也比较能表现自我 还是有前途 韩飞龙呢 就是看 我认为韩飞龙的实际水平 非常好 所以在2018年 我就跟那个 梅家祥老师 在成都签了 韩飞龙的合同 我们要打两场 我随时打 但现在大家也知道 都封我 所以梅家祥 梅老师呢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比赛 让我打 说你 我要你打的话 人家一封啊 各个部门来就麻烦 我说不着急 没事 但是这个呢 就我得等着 人签合同了 我等着了 所以跟大家讲 就是王战军也养狗 当然了 我对韩飞龙 还是比较尊敬的小伙子 我说的狗 是从太极的角度来讲 我对韩飞龙 还是非常的尊敬 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他也是被钱所迫 被生活所迫 没办法 拜计王战军 这没关系 还有一条狗 那是纯狗 叫樊帅心 这个特别好玩 大家别着急 我把他那个证据全拿出来 大家看 好玩呢 我把这些要都说出来 就告诉大家 就现在王战军已经是 从原来要想练一练 变成了一个骗 骗了一个冠军之后呢 又取了一个 有特殊身份的媳妇之后呢 走仕途 后来被东哥一打假 仕途有点悬了 就在别的地方取到骗钱 我打这个太极 我就告诉大家 就是首先是太极 他没有像 大家说的那种神乎即神 没有 他就是一种 普通的中国武术 说他过时 他确实过时了 但是能练吗 能练 为什么老头老太太去玩 可以 但是太极的精神 是徐晓东要打的 就是溜须拍马 就为了拍马屁 太极的出身 打进京 就是为那些 满清的王爷 那些腐朽的官员们 拍马屁用的 这就是太极 一直到现在 一想也没错呀 现在也没变过 都是一届拍一届 拍马屁呗 我说的是武术啊 我说的是武术啊 我说的是武术 大家明白了吧 这点是很遗憾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 比如练太极的 大多数可能都是特别好 特别好的人 但是你们的脑子就被洗了 你们没有转过弯来 其实你们练的不是太极 你们是练的是一种 围观之术 或者是一种商场上的 一种行骗之术 一种做人的虚假之术 他没有教你什么好 太极养生养个屁 我不说了吗 你没播生 好家伙 大师比王湛军还牛 死了 武来岁 我对他也不认识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别听他吹牛 这养生大养生 扯淡 自己拿个手 看一个日本AV 也能养生 东哥就这么屌 为什么叫狂人啊 第一 我真这么屌 第二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支持我 那么多人 因为东哥没骗人 那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我 为什么 很多人说 薛小冬就你傻子 傻子 时代周刊采访你吗 时代周刊是全世界公认的 是一个公认的 真正的 真实报道的一个刊物 对吗 所有人以上 实战周刊为荣 中国有13个上的 最早的是李鸿章 清朝的 一直到什么 张子怡呀 完了李连杰呀 完了就舒淇这样的上去 那为什么还有东哥也上去 那你要骂东哥 你把李鸿章 骂张子怡呀 把那把所有人全骂了 那么多人上时代周刊 中国就13个人 我就其中一个 怎么地 就骂我的人 你们骂 我就纳了闷了 你们的脑子能跟人家比 你们用什么骂我 你们用什么骂我 就这一点 我就可以吹牛逼 没错 什么 牛逼电台都来采访我 对 不牛逼的一个没有 什么朝鲜的呀 爱塞俄比亚的 厄瓜多尔的 伊朗的 尼泊尔的 没有采访我的 我也不去接手采访 我接手采访都是第一的 一流的先进的主流国家 当然了 咱们国家也是 为什么呀 咱们国家所有媒体 我都接手采访 为什么不采访你们呀 啊 一帮海外的傻缺主播 啊 谁知道你算个屁呀 哦 骂徐晓东能活 我告诉你们 谁骂我 谁倒霉 你们看 现在主播 鸟说 咱们实时报道 徐晓东 认真评价徐晓东的 一个都 一个个的 比一个比一个牛 没错 误会我的 我祝福他 他一样牛 骂我的 有几个好的 你们自己看 下场多惨 东哥的下场 以后啊 东哥也不好 但我认了 我认了 就这脾气改不了了 知道吗 就这么牛叉 说的爽 真爽 所以大家知道 这太极拳的事了吧 再是那句话 别 惹 我 骗子太多了 我知道 惹我的骗子 我干 不惹我的骗子 我抓不着 我也累 我也懒得抓 都文桃老师说的 中国骗子太多了 哈哈 有一天吧 我跟都文桃老师 我们俩 青梅竹酒 也论个英雄去 哈哈 今天 一元五零 十 王战军下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一定要保存 这他妈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的很多历史 都被那帮王八蛋全给改了 全是假的了 没他妈什么真东西了 我希望大家留点真的东西 留点真的 比如我把新史皇骂成暴君 但新史皇的很多事 现在都会翻出来 不是那么回事 包括孙中山先生 包括很多很多历史人物 都给污名化了 都给污名化了 谢谢大家 我讨历史人物